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和妮娜带大家一起寻找了昆虫王国里的武林高手 它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森林和草丛里 可有一些小昆虫呀 它们有的生活在水边 有的还生活在水里 而且它们的水上功夫也很厉害哦 咦 姑比哥哥 我听说今天昆虫王国就在举行一场水上运动会 对 我们刚好可以去见识一下它们的水上功夫 比赛快开始了 我们赶紧出发去看看昆虫们的风采吧 出发咯 小甲虫 这就是我们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了 它的名字叫做浮游 看 它的体型十分优美 虽然头上的触角很短 但身体又细又长 弯起来时能形成一条漂亮的曲线 它身体的后面通常长有两到三根长长的尾须 另外 浮游的背上还长有一对或者两对翅膀 这翅膀的作用可大了 当浮游在水上运动时 这双翅膀能让它翩翩起舞呢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好好欣赏 浮游小姐带来的水上芭蕾吧 一打打 二打打 三打打 四打打 加油 我就是这片和尚最漂亮的女孩 哇 浮游小姐的舞姿真漂亮 咕比哥哥你看 天空中飞来了好多浮游先生 密密麻麻的 好壮观呀 他们这样飞来飞去 是不是在为浮游小姐加油喝彩呀 浮游先生们这样成群结队的飞来飞去 不只是在替浮游小姐加油那么简单哦 他们主要是在发送爱的信号 要是有哪位浮游小姐看上了里面的帅小伙 就会飞进群体中 找那位浮游先生一起结婚哦 所以呀 浮游先生们一起飞翔的这个场面 也被人们叫做婚飞 不过 浮游们的生命非常短 他们在结婚后的几天 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死掉 所以怀了孕的浮游妈妈们 为了能让自己的宝宝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会拼了命地把卵产到水中 甚至不吃东西 浮游妈妈们产完卵后没多久 他们就会死掉 但是这时 在水底下的浮游宝宝们也会慢慢长大 很快就会开启自己新的旅程呢 孤比哥哥 浮游爸爸妈妈们好伟大呀 我想马上给他们办一个感动奖呢 别急别急 运动会还没结束呢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 他就是昆虫们花式养勇的代表 养勇春了 让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表现吧 孤比哥哥 这就是养勇春了吧 他长得好有趣呀 看 养勇春的身体看起来像椭圆形 头的两边有两只大大的眼睛 乍一看还以为是外星人呢 他一共有六条腿 最引人注意的还是排在最后的那双大长腿 妮娜听说呀 养勇春在游泳的时候 还会把这两条大长腿伸直张开 好像匹叉一样呢 哈哈 没错 不过呀 养勇春不仅有大长腿 他还有其他厉害的地方呢 你看 养勇春既可以在水里游来游去 也能浮在水面上养勇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特殊的天赋 养勇春都不用担心找不到食物呢 你看 他在水里的时候 可以去吃一些小鱼和小蝌蚪 来填饱肚子 到了水面上 他也可以去抓那些 不小心落水的小虫子 来打吃一顿 咦 顾比哥哥 这只养勇春怎么飘在水面上 一动不动的 他该不会就这么睡着了吧 怎么会呢 这家伙光顾着躺在水上 都忘了比赛要准备开始了 哎 你看 他终于反应过来了 比赛开始 哇 养勇春果然先张开了两条大长腿 进行了高难度的劈叉 然后在水面上滑呀滑 还是不时转起了圈圈 可见养勇对他来说 一点难度都没有呢 咦 快看快看 养勇春好像出了什么状况呢 哎 怎么屁股有点痒啊 哎呦 肚子也有点痒 嘿嘿 养勇春好搞笑呀 比赛比得好好的 突然就开始搓起自己的身体来了 真是太可爱了 好了 看完养勇春的精彩表演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实力强劲的选手 他就是水敏 那 姑比哥哥 水敏跟刚刚我们说过的浮游和养勇春相比 谁够厉害呀 哈哈 在水上运动方面 水敏基本上是长盛将军呢 就连浮游和养勇春都不是他的对手哦 我们马上去看看他的本事吧 哇 姑比哥哥 这就是水敏吗 他长得好像蜘蛛呀 嘿嘿 没错呢 水敏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水蜘蛛 看 他的身体是黑褐色的 还长着六条腿 是不是跟蜘蛛有点像呢 不过水敏的身体细细长长的 头上还有两根一节一节的长触角 这些可跟普通的蜘蛛不一样哦 快看 水敏迫不及待 要开始他的水上表演了 他先是稳稳地站在水面上 向大家打招呼 然后通过中间的两条大长腿 轻轻地往后一滑 像滑动船桨一样 他的身体就在水面上滑行了好长一节 与此同时 水敏还展现了他的跳跃技巧 在水面上轻轻一蹬 就跳出了一大步了呢 那 姑比哥哥 水敏为什么能稳稳当当地站在水面上 没有沉下去呢 嘿嘿 你仔细瞧 水敏那些大长腿上 是不是都长着一些细细的毛呢 这些毛就叫做钢毛 它们有防水的作用 让水没有办法接触到水敏的身体 而水敏的全身 几乎都长着这些防水的钢毛 所以他就不用担心会被水沾湿了 再加上水敏在水面上时 还会把六条腿分别张开 这样更是分散了身体在水上的重量 所以大家能看到 水敏站在水上时 只会轻轻地把水面往下压 并不会沉下去呢 哇 水敏在水面上拥有这么强大的本领 那它吃东西一定很方便吧 是的呢 妮娜 基本上在有水敏的地方 任何落到水面的小虫子 都逃不过水敏的魔爪哦 你看 那里有只小石鹅 不小心落到水面上 正在不断挣扎呢 可是它的翅膀沾上了水 身体就变得越来越重 小石鹅累到快没力气了 一只水敏就在它的背后悄悄地出现 等着打吃一顿呢 嘿嘿 不好意思 你要成为我的午餐了 妮娜 今天的水上运动会 还有一些后备选手呢 他们叫杰爵 杰爵是蚊子们幼小的宝宝 从小就生活在水里 它们半透明的身体细细长长的 上面还长着一些细毛 别看这些家伙个头小小的 其实它们也能在水里上下游动哦 游泳时身体还会一伸一缩的 十分有趣呢 大家看它们现在的造型 平时没事干的时候 它们就喜欢这样 把自己倒掉在水中呢 嘿嘿 今天昆虫王国的水上运动会 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们在这里认识了好多了不起的选手 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吧 浮游小姐会芭蕾 从落水滩来结 是要夺冠不后退 好了 我们今天的昆虫王国之旅 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下一期我将带大家去看看昆虫王国里 那些身披铠甲的勇士们 不知道在它们身上 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